主内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 网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今天是2020年12月22日 那我现在呢正在做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是一个系列节目 这个系列节目呢就是讲的是什么呢 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那么呢我在前面呢已经讲了37讲 我准备呢把它一个作为一个系列呢 然后推出去容神与人好不好 我在这个讲这个系列的目的呢 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圣经啊 它是一本或者说它是一本厚厚的书 那么它跨越历史跨越地理跨越时间 然后这个对圣经的理解 然后呢把它应用上去呢 那么可能不少人存在困难 那么呢即便是在教会里待过很久的时间呢 也要问他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的时候 其实呢很多人也不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圣经要跨越这么多的 几千年的时间 然后应用到今天的社会里面 那么呢神到底想对我们今天的人说什么话 那么现在我们人类社会呢 练至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大家也知道哈 这个世纪的大瘟疫啊 新冠 还有呢现在看到这个美国啊 他这个人类建立了这个自由民主 法治人权的一个体系 其实呢也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那么在这种人类面对这种灾难和面前 我们回过头来想看一看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那么神在这个时候怎么向我们这群人说话 好不好 那么呢呃我就开始啊给大家分享 那么前面呢我也讲了37讲嘛 啊这个你每次听这个的时候 未必呢都能听到呃全部的 你可能就听了一讲两讲 那么为了对你啊让你呢对整个的一个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呢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呢 我把前面的有些题目给你简单的回顾一下哈 这个那么呢比如说啊我讲的第一讲什么呢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 第一讲是树里有神和神造世界的世界观 对不对啊 还有呢那么我们讲了一会儿比如说啊 那么我们讲的这个世界讲的写这个历史 那本质上呢基本上就是人类的历史啊 和神与人的关系的历史 那么讲要圣经教组讲的什么呢 他不啊他一定要谈这个人的问题 那就是圣经讲什么呢 是认识人的本源和他的特质 对不对 那么你再看后面呢 那么这个我们社会啊 这个最基本的单位是什么呢 我们说是家庭 就像我们这个人体组织啊 它是细胞一样 对不对 那么圣经呢对这个家庭啊 他有这个婚姻啊 有比较完全的这个描述啊 这个圣经教组讲什么 婚姻是神所赐给夫妻双方的 是与神所立的约啊 这个你可能没听说过啊 对不对 那么当然我还有其他的啊 那么现在社会呢 我们有这个这个人权 对吧 那么人权到底怎么回事呢 圣经讲的什么是天赋人权啊 还有呢 那么现在社会是什么呢 就是普世价值啊 自由平等人权是吧 法治这些啊 正义公平对吧 和平对吧 哎 所有的这些啊 还有个共同的是吗 这是怎么会 怎么啊 这个怎么来的呢 OK 我们不管是神赋人权 而且是呢 神啊 他也是啊 这些普世价值的 这个保护者啊 富有啊 富裕者 讲这个道理啊 那么啊 谈了这些以后 我想你已经对我 我现在要讲的这个圣经到底是讲的 是什么 你有个初步的概念 那么和你过去的理解啊 这个理解的还有啊 这可能有很比较大的 你过去没听说过了啊 这是我这次讲这个 这个圣经到底讲什么的 一个重要原因 是吧 因为呢啊 你可以在过去呢 你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宣教士啊 或者传教的 或者在街上的发的小册子啊 有的宗派里呢 他们确实有一个小册子 他说圣经啊 这个圣经讲的什么 ok 小册子 但是我觉得那个内容啊 和神真正要想跟我们说的话 还有呢 是和我们这个普遍的不同的这个宗派 给普遍意义的啊 我觉得有很大的差距 ok 所以呢 我呢 现在呢 我就讲的这一部解 现在呢 我开始今天聊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讲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啊 人生的终极目的 啊 对不对 我忘了介绍一下 我是王浩然 王牧师啊 呵呵 按目是三四年了 服侍神 那在教会的服侍神呢 也有七八年了 对吧 这个情况啊 那么呢 对你有个了解啊 ok 那么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对吧 那么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 人生的终极目的 那是为 为了神 就是终极目的在于荣耀神 也就是说 为神而活 为终极目的在于荣耀神 那么 我们人啊 这个出生 然后成长 那么最后 这个死 对不对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 你可能啊 有不同不同的目的了 ok 有的最简单的目的啊 我人生啊 就是吃喝玩乐 就是吃喝玩乐的人生观 还有的时候呢 我光宗耀族 是不是 ok 还有的人生呢 我出人头地 给人做比较 我又在人群当中 我最厉害 是不是 对不对 还有呢 他说 我都为了爱情而活 ok 是不是 我为了我的后代而活 是不是 这都是一些啊 还有说 我是为了发大财 ok 这个各种各样都有啊 还有呢 是多重目的的 ok 但是这些目的啊 都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 那么 我最高的 最原始的 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对我们的人生啊 其实有决定性的意义 ok 有决定性 那么你把握住这个人生 这个终极目的啊 这个最高 这个最有意义的这个目的以后 那么很多人生的这个问题 可以说 你就 应刃而解了 如果你把握不住这个 你没有这个目的的时候 你会常常被一些小事啊 琐事啊 这个去纠结 去给别人争吵 然后呢 活到最后呢 这个 70岁 80岁 快死的时候 也没悟出来 到底我这一生活着 做个啥啊 是吧 对不对 也就是吃吃喝喝 别人有的 我也有了 就这个样子 ok 那么圣经 他告诉我们这本圣经啊 我现在这个是中文版的 和和本的 哎 这是中英对照的 是不是啊 对不对 啊 这个是还有呢 这个灵修本了 ok 那么这本圣经啊 对我们的人生的终极目的 有很好的描述和规定 ok 咱不妨啊 咱看看圣经的经文 是吧 咱空口无凭 是吧 比如说啊 在这个传道书 他怎么说的 圣经里有66件书啊 在这个旧约里面啊 有一个传道书 那个传道书啊 第12章第13节就是啊 他说 这些事都已经 已经听见了 那么总义就是敬畏神 遵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传道书是圣经这本书呢 他比较是负面啊 悲伤啊 就是悲伤 但是他到了这个圣经呢 到了最后 到这个这个传道书最后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总结 他做了一个总结 他这个总结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ok 他站在很高的高度 对不对 他说总义就是要敬畏神 对吧 那么怎么叫敬畏神呢 是吧 你对神有敬畏之心 怕神 ok 又尊敬他 是吧 又尊敬他 那你怕他尊敬他 是吧 那当然就是说 神让你做什么的事 你就去做 那你这么做 就符合了神的这个旨意 也满足神的心愿 可以打成 你自己 在神里面的旨意 这个目的 神有旨意 对不对 那后面呢 他说的 你要遵守他的诫命 诫命的人很多了 我在其他方面也讲过 ok 后面可能也是一套 是吧 对不对 那么两大诫命 爱神和爱人 对不对 那以后再讲那个东西 对不对 那么呢 那么这是人所尽的本分 这就是人 你所当然要做的事情 你不这么做就不可以 这是从这个敬畏神的看着 就是和神的关系 我们人生的目的 对不对 那么呢 如果呢 你再看一下这个罗马书 圣经啊 有旧约和新约 那么在新约里面 福音书以后 福音书后面有一个使徒行传 那么使徒行传后面呢 圣经里最主要有个关系 圣经神学的书 也是归纳圣经 圣经真理的一本书 它叫罗马书 那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 看他怎么说的 他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迹 对不对 刚开始你理解这句话的话 如果你还没读过圣经的话 你读起这句话呢 你觉得不生疏 可能不太理解 但是大部分在教会里 待过几年的 听过这个道的人 理解起来就不难 为什么呢 他说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迹 是圣结的 是神所喜悦的 看到了吗 这里面出现的 这个什么 将身体献上 我们把自己的身心灵 对不对 我们的全体献上什么 献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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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上给神 是不是 献上给神 对不对 然后说当作活迹 天天 当作活迹 是圣结 是神所喜悦的 说神 高兴的事情 神 要求你做的事情 OK 那么你在这个地上活着 对不对 那么你应该 把你的身体 把你的所有的 所有的 怎么样 奉献给神 这才是最高的境界 这才是人生的使命 OK 那么这才是人生的终极的目的 这就是 那么这个呢 被认为是基督徒 神教导我们 如何做基督徒的 至高的境界 他后面又讲了一句 他说你们如此侍奉 是理所当然的 那下面说那个 传道书上呢 他说这是人所所尽的本分 这是你 就很应该要做的 是吧 比如说我们是做儿女的 那么孝敬父母 是不是的本分呢 是吧 那么我们做父母呢 那抚养自己的孩子 是不是的本分呢 那学生 我们学习 取得成绩 把知识掌握 这是不是我们的本分呢 OK 所以这里面呢 那么传道书上 这个敬畏神 是我们心的本分 OK 那么在这个罗马书呢 他有教导我们呢 是不是 那么把身体现象 当作活迹是圣洁的 对吧 你这么做 这么侍奉 对不对 是理所当然的 对吧 那么这还不是 特别直接老当的 但是呢 他上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OK 那么如果能够理解 这个传道书 和这个罗马书以后 在这个方面的经文以后 那么呢 在这个格林多前书 那么保罗作为 耶稣啊 他复活以后 拣选的最小的一个门徒 那耶稣基督要 吩咐他 要把福音传到外邦去 那么呢 他就夜一即日的 不辞辛苦的 去传了这个福音 而且呢 神呢 大大使用保罗 把圣经的福音 把他的真理 通过书信的形式 书信的形式 把它记录下来 成为圣经呢 他的核心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 卷宗啊 OK 卷宗 那么保罗啊 在他这个 确实的保罗书信呢 在这个新约里呢 一共27卷书当中 有13卷 是保罗这个使徒写的 保罗使徒 他在写这个 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 那么哥林多 他写了两次信 留下来的啊 就是说 还有当然其他的 这个圣经 摘了 录下来的 作为圣经的 这个真理的 经文的内容呢 那就是哥林多前书 后书 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 第十章三十一节 这一节是我们今天 人生目的啊 是在于终极目的 是在于荣耀神上 他有准确 这个描述啊 他怎么说呢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接着啊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那么我们人生啊 平常做事啊 有目的 有动机 然后产生行为 那么这个行为呢 产生 采取行动 最后呢 才有结果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 那么呢 我们啊 要建一个工厂 那为了促进生产 促进生产以后啊 赚钱 是吧 那么呢 那你有一个动机 有一个目的 是吧 那么我们平常做事的时候 那么我们移民到加拿大 移民到美国 是吧 我们追求更好 更美的生活 为了下一代 是吧 那么呢 现在我们是人生 是做事的 OK 那么我们人生做事 放在一个更广泛 更抽象的一个概念上 去想的话 那么在保罗写这个 哥林多前述的时候 他没有谈到我们现在 去怎么做 做这个iPhone啊 怎么去登天 这个航天 是不是 也没有说怎么坐火车 是不是 从开汽车 他想到什么呢 他给你跪着 他那会儿是不是 人们处理生产力条件 比较低啊 对讲究 吃的 喝的事情啊 OK 他提到了 最基本的 你要做什么的时候 对不对 还有呢 他考虑那个什么 当时的人啊 他们为这个 吃什么喝什么 有很多的纠结 犹太人有很多禁忌啊 穆斯林也有不少的禁忌 就是牛肉该吃不快吃啊 什么啊 这些东西啊 所以呢 他身上把这个 吃喝的事 联系到了人生的目的 对不对 他说 他说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那么我们人生 无非为 无非为 做人做事吧 是吧 那么我们做事的时候 可以从小 可以大 是吧 有的是 当那个 公司的老总 那么他做的事 可能比较大一点 对不对 我们就是职员家 是吧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 小一点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能最低 我们也是一个家庭 家庭里面的父亲 或者母亲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是个学生的 我是个学生的 对不对 那么你就无论做什么呢 他说 要为荣耀神而行 对不对 要为荣耀 那么就告诉你 我们 虽然做的这个 这件事情 可能就是为了取得 这个分顺 那么我这么做呢 可能就为了 这个升学 是吧 我们这么做呢 可能就是为了 这个 一些其他的事情了 但是呢 我们这里面呢 脑子里 作为 这个 作为人生 作为人生 那么我们一个 终极目的 就是什么呢 让神得荣耀 怎么就让神得荣耀了 是吧 因为神 他是公义的神 神是 这个 怜悯的神 神是这个 神是圣洁的神 那么 神是正义的神 神是公平的神 神是和平的神 那么 神 他有这样的属性 神 他的 这个 他 让他得荣耀的话 你就应该让 让这个 这个各个方面 能够得到满足 OK 让这些方面 能得到更高的境界 是吧 再说 我们说神 我们说是 我们说敬拜的神呢 他是独一的真神 那么这个独一的真神呢 有圣父 有圣子 有圣灵 这三位一体的神 那么呢 让这位 创造宇宙万物 掌管宇宙万有 然后掌管历史 是吧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神 让他 这个得到荣耀 让他得享 那个尊荣 对吧 那么你做这个事情呢 对照一下 如果符合 这个 这位神 他的意思 符合他的旨意 那你这个事呢 你就是 去好好去做 如果不符合 那得少做 或不做 是不是 对吧 甚至你拒绝去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 现在有人啊 为了这个 什么事情 让你撒谎 对吧 那么你这个撒谎 神是真信实的 OK 不准撒谎 是吧 对不对 那么你这就对了吗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说你不是这样去荣耀神仙 是吧 那么你去撒谎 OK 做假见证 你看看 现在最近发生的事情 在美国 OK 那么这么世界上 被认为是最大 最伟大 最强大的国家 哎 那些部长们呀 那些那个政客啊 很多人啊 就在张口撒谎 对不对 是吧 明明呢 这个国家在受了严重的威胁 哎 说没有威胁 对不对 是吧 然后说 这个这个这个 玄机有很多的问题啊 是吧 这个问题 没有问题 OK 都知道 所以人呢 就是这样啊 那就是不如荣神了 那不如荣神了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是吧 那么在圣经里 到底讲的什么呢 很重要很重要的 我们人生的终极目的 应该是 这个为了荣耀神 为了荣耀神 那么如果 我荣耀神 那么最高 有一个境界 我们达到什么程度了 为什么要荣耀神呢 是吧 那么我们为了什么 我们是 神造的宇宙万物 神按照自己的形象 和样式来造的人 对吧 前面已经讲过这个事情啊 那么神 他最后 他是让这个世界 其实最终的时候 是让他达到 一个无比美好的境界 OK 到一个什么境界啊 在圣经里啊 在这个以夫所书 以夫所说 前面我们说了传道书 我们说了罗马书 我们也谈到过福音书 啊 又谈到旧约新约 那么圣经到底讲到什么呢 OK 在这个以夫所书里面啊 关于这个人生终极目的 和我们联系的什么呢 他怎么说啊 以夫所说第一节的 第十章啊 不知道 第一章的第十节 怎么说的 他说 要照着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了的时候 OK 是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一一 同归一一 对不对 这个呢 啊 说的是非常的 实际上挺形象的 挺形象的 那么呢 基督是耶稣 耶稣是这个 这个我们讲的这位神啊 我们今天整本圣经啊 是神在跟我们说话 OK 整本圣经是神跟我们说话 那么整本圣经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那么呢 就是这位神呢 就是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那么这位神呢 他要倒成了肉身 来到地上 就变成了耶稣基督 OK 那么耶稣基督 我们啊 这个耶稣基督 那么要在耶稣基督里 同归一一 不管是什么事情 等啊 这个耶稣啊 要再来的时候 要再来的时候 那么最终的时候 那么那么 天上地下的 所有的啊 物也好 人也好 最终我们这些 活出神的形象 样式的人怎么样 都要在耶稣基督里 同归为一 你我他 过去的 现在的 和未来的 是吧 那么耶稣基督里 也就是在神这里面 在神的大爱里 啊 同归一一 这就是让神得到最高 最好的荣耀 OK 所以现在开始了 你就好好为此一位 每天为此祷告 然后呢 去计划 规划 你的人生 OK 让你的人生 是为时啊 这个为了荣耀神而行 要最后的时候 你为啊 所有的能在耶稣基督里啊 同归一一而奋斗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啊 分享给你的朋友 同事 家人 并且转发点赞 是吧 那么呢 也非常啊 这个希望你支持 这个频道 我们是信仰于人生 那么呢 把下面那个 这个英文那个 YouTube上那个 Subscribe 稍微一点 那就订阅上了 那么会增加我们这个福音的传播 谢谢你 好 再见 再见